核武器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武器 但由于它的威力实在太过于强大 所以它的限制也非常多 并不能轻易使用 而有些武器虽说没有核武器如此巨大的威力 但它们的杀伤性却丝毫不弱于核武器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曾经出现过的特种炸弹 做视频不易请大家多多关注 特种炸弹第一位 极树炸弹又称子母弹 它是一种以小型炸弹汇聚于一身的特殊炸弹 当它接近地面时 会瞬间变成数百个小型炸弹 小型炸弹的覆盖面积可达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并且它所产生的威力能穿透125毫米厚的装甲 威力十分恐怖 这还仅是一枚极树炸弹 而通常都是一下投数十枚 如果投掷到人群密集的地方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丝毫不比核弹威力弱 最重要的是 它的一些小型炸弹 在碰到松软土地或草坪时并不会爆炸 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雷区 地雷还带一个一个埋 它们直接下数百个 想想就恐怖 据统计 极树炸弹的受害者中 大约98%都是平民 极树炸弹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德国 当时它叫蝴蝶炸弹 后来经过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的进一步发展 蝴蝶炸弹有了各种不同的型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美国的GBU-107式极树炸弹 GBU-107分为两种 一种是携带平右子弹头 以装甲集群为覆盖目标 另一种是携带大量的钢针 以无防护目标为打击对象 2003年4月2日 美国与伊拉克战争中 一军的一个步兵团集结地 遭到了美军战机的密集轰炸 在战机完成了对一军防空火力的压制后 30架战斗轰炸机呼啸而至 这30枚轰炸机 每架携带了5枚GBU-107 共150枚 每一枚内部都有着5000枚钢针 相当于750万枚钢针 比小说中的暴雨梨花针还要恐怖 如同雨点一样的钢针 覆盖了伊军密集且拥挤的集结地 结局非常惨烈 仅5分钟 伊军几乎全军覆灭 整个集结地变成了哀嚎的修罗场 两小时后 剩余的伊拉克军人选择了打白气投降 或是用无线电名语直接呼叫 不要炸了 我们放下武器 从极数炸弹诞生以来 到现如今已经发射了约4亿多枚 它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不过好在目前已经禁止了这种武器 2008年5月28号 在爱尔兰首都的都柏林 全球111个国家的代表 对禁用极数炸弹达成一致 并公布了一个国际禁用极数炸弹公约 其大致内容就是8年内销毁所有的极数炸弹 并且禁止生产使用转让 特种炸弹第二位钻地弹 它与一般炸弹不同 通常炸弹都是触地就会爆炸 但钻地弹却有自己的独特绝招 它触碰到地面时并不会立即爆炸 而是会向下钻 只有钻到一定的深度时 它才会爆炸 从地下深处将目标摧毁 很适合攻击一些建筑目标 钻地弹由载体和亲撤战斗部组合而成 载体通常为巡航导弹弹体 或航空炸弹弹体 而它的战斗部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钻头 通常都是采用高强度钢或重金属合金材料制作而成 钻地弹为能更精确的打击目标 还特地在弹体上装了一个导引机构 这使得它的命中率大大提升 而它之所以被称为特种炸弹 是因为它能完成一些普通炸弹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想要摧毁敌人的某些重要基地 但又不想对地面上的目标造成太大破坏 那钻地弹就非常实用 并且它相比于同等威力的普通炸弹 不仅体积小而且重量还比普通炸弹轻 还能攻击敌方极深冰层下的潜艇等目标 用处非常广泛 最先研制出这种炸弹的是美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 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让美国感到异常头疼 为了能钻入地下摧毁发射井 美国开始了对钻地导弹的研究 而如今经过多年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的钻地弹已经多达十几种 其中最为经典最出名的钻地弹 是GBO-28钻地弹 当年在海湾战争中 它被专门用来袭击伊拉克地下深处的指挥中心 几乎都以得手收场 名声大噪 它能钻透6米厚的钢筋水泥 清澈地面深度可达30米 相当厉害 特种炸弹第三位白鳞弹 这个是我认为最恐怖的一种特种炸弹 知道白鳞弹这种武器的人都会说 白鳞弹惨无人道 燃烧效果极其可怕 并且它不仅可以攻击陆地目标 就算是一艘航母 也可以被白鳞弹引燃 直到白鳞烧完 起初白鳞弹是被当作燃烧弹使用 但后来由于它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变态 而逐渐被各个国家弃用 专为目标指示弹以及烟雾弹使用 白鳞弹的主要成分是白鳞 白鳞是一种鳞的物质 外观为白色或浅黄半透明固体 这种东西在空气中非常容易自燃 遇到空气时开始自燃 直到消耗完为止 期间几乎没有东西能将它扑灭 不过它也并非不能防范 在白鳞弹爆炸后 它会分为无数的鳞火球 宛如天女散花 不过它的下降速度会有所缓慢 在没有被粘伤的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躲避到 不会被白鳞飘到的地方 例如屋内 地下室 水下 如果实在无地可去 也可以把外衣张开作为遮挡 然后立即扔掉 尽可能的不让它触碰到身体 特种炸弹第四位真空炸弹 也叫热压弹 或燃料企划高爆炸弹 其中最具代表的 当初美国BLU82滚球真空炸弹了 它被称为常规炸弹之最 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炸弹 不仅体型大 威力也大 飞毛腿导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一个滚球的威力相当于20枚飞毛腿导弹 它会在距地面30米处进行首次爆炸 形成雾状云团落向地面 而在快接近地表时还会再次引爆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其半径达到了600米 在这范围内几乎无人能存活 同时它还会形成直径约150到200米的真空杀伤区 在这一区域内因缺乏氧气 即使潜伏在防御基地内的人也会窒息而死 该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回升和闪光 还能极大震撼敌军士气 因此其心理战效果也十分明显 堪比核弹 它的重量达到了6804公斤 长5.37米 直径1.56米 外形短粗 弹体像一个大铁桶 弹头为圆锥形 前端装有一根钢管 管子的前端装有一个M904型引信 为了保证炸弹下降时的稳定 它还撞有降落伞系统 B2U-82炸弹最早使用于越南战场 它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清场 需要为直升机和炮兵清理出一个可使用的场地 后来逐渐的它也上了战场 2001年美军开始在阿富汗战场 使用这种巨型炸弹 由于这种炸弹并不是攻击单个目标 而是摧毁一个地区 所以它对军事设施集中的地区特别有效 可谓是一战成名 当然从根本上说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 而不是一两件武器 但不能否认的是 在有些情况下 武器才是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砝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